西方人脑子比较直 他们会问为什么有国才有家 他们会问原始社会 就有一夫一妻制了 就有家了呀 但是原始社会并没有国家概念 明明是先有的家再有的国 而且原始社会最早是走婚制 连家都没有 是先有的人 所以为什么不是有人才有家 有家才有国 他们理解不了地球上还有这么个地方 这里的民众都是行尸走肉 不会吃喝拉撒 不会繁衍后代 是国家一把使一把尿拉扯大的 是国家进行配种和繁育的 一旦离开国家 他们就会灭绝 所以 西方人他们可以殖民全球 可以幻想移民火星 因为没了国家 他们一样能活得好好的 要是真的屁事太多 自己不愿意管 就雇几个公仆 按照自己的意思管一管 管得不好 就滚蛋换一批 你跟这样一群无军无负的人 谈家国情怀 无异于对牛弹琴 继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